嘴里叼着一根烟 背上驮着一条这么大的鱼 左前方一名男子帮着开道 身后一位女士全程负责跟拍 一路的惊叹 百分之百的回头率 这两天 这段小视频可是火变了朋友圈 而视频中背着大鱼的杨师傅 被自己的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俨然就成了歌曲中的大英雅 原来这条被大家顶礼膜拜的大鱼 是杨师傅昨天下午 在三江桥附近的长江中钓起来的 不过话说这重达七十多斤的大鱼 又是怎么被拖上居民介绍 这条大鱼被剁成一块一块 足足卖了七百多块钱 那么这到底是一条什么鱼呢 为何这么大的个儿 直播一昌记者将视频和照片 传给了正在外地出差的 一昌市余政船检港监管理处 副处长卢林 他看完后表示 从视频和照片看 这应该是一条鱼 是一条鱼